大家好 眼前這支是改好的KSC M4 RIFLE 上次講這支槍的時候 我還沒裝新骨 我舊的骨是這樣的 這支是SLR的燈箱骨 我已經磨損了7-8-8 上次用的套裝就是這支KSC 7吋盆 但我的頭部可能會崩潰 所以要由頭再買 這樣看這支槍也很像一支M4 RIFLE 這支是PTS出的MLOG骨 MLOG我覺得 雖然比不上MTR那支REL 這支槍應該是很漂亮的 但我比較喜歡MLOG比QMOD 因為它的REL可以向前向後移動 不用一個洞 這支REL叫Wedge Lock 為什麼呢? 其實它裝起來有點特別 它裝上太陽環 然後把整支REL放進去 然後它有一個螺絲 反方向這樣轉 就會收緊 之後再收兩顆機米 這邊一顆 這邊一顆 這邊也有一顆 還有我剛才說過 為什麼我比較喜歡MLOG跟KeyMOD 因為KeyMOD的骨 也可以用在MLOG上面 所以你下面裝的 裝電筒 完全沒有問題 但這支槍應該不會掉落地 就斷 因為始終它是用 CARBON STEEL來做的 但前面我會裝這個PTS的 好像是GAS BLOCKER 它是真槍才有用的 氣槍才有個樣子 這個GAS BLOCKER 可以鋒固著外套 就不會動來動去 這個GAS BLOCKER 剛剛好 就包住了 接駁這個吉打管 以及前面這個 Extension Barrel 那裡 我也覺得這個 設計也挺合適的 前面這兩個 接駁管 就是我在GUNMO買的 UFC 每一圈是2吋的 Extension Barrel 我覺得這個9吋 再加2個2吋 剛剛好13吋 然後再加上 這個就是 KSC他們自己出的火舞 就可以再裝 Suppressor 這個是快刷的 但我就不喜歡 其實我覺得已經夠長了 那 Extension Barrel 不過來說 我也沒有裝 例如海神 又或者 Maple Leaf 那些 370mm 的Inner 我只不過是 裝 馬記 那隻 225mm 的 M4 Inner 這條骨 一個吸引之處 就是 因為它 剪掉了很多M-Lock 的洞 所以 鎖槍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回音聽聽聲 的 我覺得 用來 展示給朋友看 或者自己在家裡 自嗨一下 都可以的 再加上 我現在 再設短一點 過程 現在可以試一下槍 KSC 因為它是鋼 所以 槍速的RPM 都不會很快 但是 如果是打室外的話 其實我覺得 展行程 都夠了 我想大家 如果想換這一款的骨 的話 我就建議大家 就找得多少 就好數了 因為 雖然不是人人都喜歡這款 但是如果是M-Lock的粉絲 的話 這條PTS的骨 就好像 現在 不是很久 應該它自己有出 13吋 14吋 16吋 13吋 就像 John Wick 那支TR-1 的長度 那 為了給你一個 價錢的標準 這條骨 如果市面上買 都要二千多元 但如果二手價 你不介意的話 我想幾塊 一千塊 已經有了 好了 那今天的M-C-Update 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Like、Subscribe 和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